台湾已经进入老人化社会 为了建立完善的长照体系 希望结合学术企业的力量 打造影法族的快乐生活机制 台中市东海大学结合杰出校友的力量 接受企业捐款 成立深耕社区共创乐林支持系统 2017年11月9号上午 并且在东海大学的教职员休闲中心 举办发表记者会 东海大学副校长三家昌表示 东海大学要做好社区典范 从在地社区做起 推动师生参与社区服务 这项做法也获得东海大学董事会 跟校长王茂俊的权力支持 因为东海一直很重视社区关怀 那我们今年也很荣幸 得到教育部在大学社会实践这部分的计划 我们得到一个是生根型 一个是萌芽型 在全国所有大学里面 算是表现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 那我们在执行这个计划 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校内外的资源 所以我们有整合校内的团队 那我们也跟校外的医疗机构 社福机构 那这次也把企业引进来 那他们也透过他们有的资源 今天这场东海大学 携手校友企业走进社区的记者会当中 有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 小明社会福利基金会 台中荣总 澄清医院 永安社区发展协会 福瑞社区发展协会 跟靖德基金会 副社护理之家共同参与 台中市社会局长 吕建德 东海大学校长 王茂俊 还特别颁发感谢状 给这些踊跃捐款 热心公益的杰出东海校友 吕建德局长也相当肯定 东海大学积极推动长照2.0的服务计划 更感谢东海校友 对于银法族能够大方捐款 承担社会责任 非常感动 我们有四家企业 也都有以实际的行动 各以200万元 来支持我们社区 未来在这一块的推动 我想在东海大学的领导之下 我们的这个模式 一定可以成为全国的一个 创新跟模范的典范 更多更多的企业家 来跟社会做一个结合 好 那我们来 希望我们从西屯区出发 那我们未来可以到北屯区 西区 中区 各个地方 来做这个热灵的一个 照顾老人的一个工餐 还有结合我们政府 现在这个长照2.0的事情 的公益 东海大学副校长 也是社区长照计划负责人 参加昌表示 台湾的长照政策才刚要开始 需要各界投入庞大的资源 东海大学结合西屯区 ABC级社区整合模式 以志工跟专业人员的力量 建立公餐服务系统 打造高龄友善空间 设计活动规划等 希望成立乐龄生活 与科技创新中心 带动企业界投入照顾银宝族的行列 让台中市成为快乐轻松 健康安全的友善城市 记者陈文旭 李义军台中报导